马上就要到春节了 我们来说两个战争年代的春节故事 1947年的楚西之夜 陈庚率领部队刚刚完成了河南扶牛山的伏击任务 附近谢家村的老百姓听说后 都跑来拉解放军战士到家里吃年夜饭 老乡们一番好意难以推脱 陈庚也是个通情打理的人 就给部队下达了饭后一定要交饭钱的命令 自己也跟着一位大娘去家里吃饺子 当时老百姓家里的条件也都不好 这位大娘包了白面和黑面两种饺子 白面是用来招待陈庚的 黑面是留给自己家人吃的 不过手极眼快的陈庚 抢先端起了黑面饺子 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还没等大娘伸过手来阻拦 她已经拌完饺子下了肚 后来陈庚在回忆录中写道 急得我喉咙里想伸出来一只手 另外还有一个刘伯承的故事更加感人 那是在1939年2月的河北乡城固战役期间 正好赶上春节 要不说日本鬼子不是个东西呢 连春节都不让老百姓好好过 经常出来骚扰百姓有什么抢什么 为了让老百姓踏踏实实的过个年 刘伯承就亲自布置警戒任务 严防日本鬼子在这个时候搞偷袭 还亲自带着部队吸引日军的火力 把日军的注意力都转移到自己身上 因此当老百姓们在家里 安安心心的吃年夜饭的时候 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想到刘伯承正带着将士们 饿着肚子为他们保驾护航 这个故事虽然发生在战争年代 但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年代同样存在 只不过现在他们都化身到各个岗位 过年也不回家 确保让14亿老百姓过一个没有意外的好年 所以这些坚守岗位的人同样值得我们敬重